天氣很熱對不對 所以在冷氣房吃粽子 粽子吃得太薄 昏昏欲睡就這麼睡著了 就忘記了端午節到了 可可大哥請上來 端午節到了 很多人說節氣會有變盤說 但是真的會變嗎 一定變嗎 可可大哥給答案好不好 端午節之後的行情規劃 是一定會變的 但是這個變一定會隨著 消息面去做轉變 請說 好 記不記得我們講說 6月11號台股出現 2390以上的大量的時候 我就開始跟各位講 這是一個中線修正開始 然後我跟大家講說 這個地方是一個 鋸齒行情的開始 那瑞涵記不記得 我們在上前面的節目當中 之前節目當中 我曾經在黑板叫你畫句子 對 你還叫我畫句子 句子就是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手把 這樣這樣這樣 所以可可大哥很強調 這是鋸齒 牙齒的齒 對 用這個來形容行情 如果你把這個句子跟句齒看 是不是跟這很相似 很像喔 好 那我先跟你講 為什麼在高檔過後 會發生句齒行情 我要先講很清楚 他跟美國的民調 跟消息面有很大關係 民調所指的是 11月份走入大選的民調 對 如果現在川普的民調 一直往下掉 行情就會一直轉入 真的喔 到時候我講這個原因給你聽 你注意聽喔 這個地方為什麼六月行情 會呈現句子行情 它是因為這邊有一個二次疫情 有沒有記不記得 對啊 二次疫情的利空會把行情往下打 再來中美的貿易戰 如果利空出現 是不是會往行情往下打 這是在上檔壓力拉回的原因 但下檔支撐是什麼呢 下檔支撐是來自兩個 一個是我們講說 這個地方是資金氾濫 非常氾濫 錢太多 對 你看那個所謂的 匯率一直往下走 錢一直進來 外資一直往上買 可是台股一直高漲震盪 可是它卻沒有辦法過高 就代表國安基金在賣 政府在賣 那這個下來 它利空下來之後 它有支撐 就所謂的一個資金氾濫 跟所謂的總統選舉的題材 這個叫總統選舉的題材的利多 美國總統選舉 如果我們今天這樣講 川普的民調一直往下掉 是百民選不上 你覺得股市還會走高嗎 我跟你講 如果我是川普 看到我的民調一直往下掉 我一直努力 結果民調還起不來 我壓根了就不互盤 美股我幹嘛再做多 是不是這樣 對 完全正確 基本上市場 他就會自己反應出來 就是說因為股票漲 就是要川普選上 就股票一定會漲 或者選錢利多 他就漲 可是漲到他真的選上 也不一定會漲 因為那利多整個就出境 但是你一直選不上 你一直戶 一直選不上 政策一直戶 他就會慢慢的朝向這種 下降趨勢軌道 一直在反應 所以端午節過後 美國股市將跟著川普的民調 總統民調走 如果川普的民調一直往下就往下 對 他基本上在這個邏輯是對的 但是我希望各位不要抱持那種 好像那種天要塌下來的觀念 不是啊 你這樣講都怪 真的不要 因為你的個性就是這樣好不好 要改一下 不要抱那種天會倒 天要塌下來 為什麼 因為我剛才講過 這下頭有一個叫做資金氾濫 所以資金氾濫 你即使要修正 還是空間有限 所以為什麼就是說 它會呈現一個鉅子 這個鉅子裡面有兩種鉅子 一個是這種鉅子 一個是跌到某個地方 它去形成這種鉅子 那會從這個鉅子 轉到這個鉅子 原因是因為下面有資金氾濫 那我問你 因為這個鉅子 它是下降軌道 下降軌道跌到一個程度之後 就回到平行鉅齒 請問呢 這個或這個的滿足鉅趨 大概在哪裡 如果以短線來講 現在沒有看到 比現在更大的利空 它大概就在 一萬一千兩百點附近 就是前一波這個頸線 它即使這樣回來到這的時候 它就會轉成這樣子的 就是這樣 一二零零 對 一二零這附近 就會很大的支撐 所以一二零零有支撐 對 我先把它寫一一二零零 但是因為要解大盤 我還要繼續再問一點 端午節過後 電子金融傳產 誰比較厲害 當然是我個人在這邊認為 金融是一定不會擔當主流 傳產也不會擔當主流 一定是要電子 為什麼我現在這樣講 我們常常會講說 在投資的觀念上 到底要投資什麼股票 對啊 你要看當 你要看那個國家的屬性 比如說內行我們這樣講 台灣是一個海島 靠的是什麼 外銷 外貿 台灣所謂的外貿 它最大的占外貿的總值是什麼 就是電子 那你就一定要以 我跟你講 再笨人都知道說 我如果炒台灣股票 我一定要炒電子 好 如果你今天是巴西 你巴西最大是什麼 原物料 礦產 那你要炒什麼 你當然是要炒原物料 礦產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要問這一個嗎 來我們進入到第二章了 因為端午節過後 誰當家 主流呢 操作呢 電子還是主角 是 沒錯 因此我覺得端午節過後 各位在這個行情變動當中 你要注意的是 一定要逆向思考 就是利多起來 我們再賣 利空打下來 我們就再賣 區間操作 那所要注意的是 你幾個重點要注意 這個長多格局 因為沒有改變 為什麼你說長多沒改變 給當十年線 十年線 所以月K 你看又來十年線多重要 十年平均成本線 來秀給大家看 所以大盤的十年線 我畫一下 是這一條 所以十年線 我為什麼說長多沒變 你注意聽 這是2020年 政府國安基金第七次互盤 這是2015年 2015年政府宣布互盤 這是2008年 2011年 2011 這2015 這2020 好 這是過去的互盤 你有沒有發覺到 低點是越來越高 對 是不是長多格局不變 高點也越來越高 對 但是有個問題 這裡面有個技巧 我為什麼說上來的時候 必須要減檔降碼操作 為什麼 因為這個地方的乖離太大 因為過去國安基金 只要宣布退場 他做一個跡象 就是第一個回撤十年線 第二個跌破十年線 那這個地方 因為距離十年線太遠了 所以你在這邊操作 一定要減碼降檔 但是還是要順勢做多 還是順勢做多 對 這就是這個原因 好 所以呢 因為大家在說 國務大科都認為 會往下跌 會修正 為什麼還說回到字卡 長多格局不變 對 就算十年線都沒有破囉 好 來 那這個地方高 長多未變 但是高檔爆量黑K之後 他中線的修正格局 這就是一個趨勢 你就看這修正格局 趨勢有沒有改變 那回到我剛剛那張字卡 技術線型 我點一下東西給大家看 這個叫做1 2 1 9 7 這個叫做1 1 7 7 1 你把這兩個線連接下來 只要這條線沒有突破之前 他都是一個中線修正的走勢 這樣清楚嗎 好 那我們回到這個 下降壓力 對對對 那我們回到這地方 就是接著大盤在震盪過程當中 你量價不可以做背離的動作 你一定要價漲量增 價跌量縮 你不要漲上去的量就一直縮 那個蓋為鍵 遲早會垮 然後你要緊盡技術指標的位階 跟多空轉折 因為這個地方 就像我們上次講 到了96.47的KD 的K值 是不是就直接往下 對 殺到了50 急跌三天之後 是不是就往上了 所以這個地方技術面指標的位階 多空轉折 他很重要 來到低一定是跌才會有低 你要買 來到高 因為漲到非常樂觀 警戒的時候才會拉回 所以技術指標 對方幫我來個白板 我把他問端午節過後 問清楚了 因為現在處在高檔的位置點上 可口大哥說 可能會是一個拒指往下 然後再走到這樣的階段 因此幫我明顯了 我先問個答案 因為這是在端午節之前 可口大哥一再叮嚀的 當大盤超過了兩千三百億的量 在高檔位置出現了長黑 或者是墓碑 就是有回檔重要訊號 請問這個訊號依舊不變對不對 完全不變 不改變 但是剛剛又講到了 必須要保持價量配合 價量配合就上漲出量 下跌量縮 請問如果在這過程當中的上漲 要多少量呢 下跌量要縮又要多少量 請停空格 我跟你講上漲量只要維持一千九百億的量 它都是一個正常量 上漲一千九百億 但是如果在高檔爆大量出現兩千 兩千三百億以上的量的時候 注意它是不斷的會做分階段的出貨 還是在調節 可是下漲量說要縮到多少 縮到月經量以下 比如說到了一千三百 一千三百億到一千二 或是一千四 這附近的時候 基本上它就是止跌要開始要往上走了 這張圖表雖然是臨時化的 但是非常重要 端午節過後麻煩記在腦海裡 上空過程當中如果比較穩的 要搭配紅K棒 漲紅K的一千九百億 下跌量縮黑K沒關係 量縮到一千二到一千四 這樣子是fine的 可是呢危險訊號一天是兩千三 因此呢 因為在端午節之前有一天 這也是粉絲問的 但那天不是禮拜四 所以我就沒問您了 那天爆出了兩千五百多億的量 超過兩千三 可是並沒有長黑或墓碑 而是個瑞的紅K棒 請問這樣危不危險 我剛才講過了 只要在這個階段出現 兩千三百以上的量 它雖然是出現紅K 它最多只是小紅K 可是你注意高點是越來越低 那我懂了 兩千五百億紅K 沒有到危急的崩跌 但是還是會修正 因為它是高點沒有過的 越來越低 好 了解了這一段好讚 再獲得高安字卡 所以假冬節過後 價量不可以背離不可失控 再來 好 我想 預壓減碼降檔 是跟長多乖離過大有關 那只要是在國安基金 在場互盤仍然要順勢做多 但是提醒大家 7月15號國安基金要宣佈 到底要離場還是不在場 請各位特別注意 如果到7月15號附近 股市在高檔 對股市後市絕對不利 如果7月15號股市在低檔 那後面一定會繼續漲 所以7月15號這個時間 我先確認 因為大盤最高是11771 在端午節之前的結結厚厚 所以7月15號之前 大盤已經這樣下檔拒齒撞 那就是安全 可是如果還繼續創高 來到了萬二之左右 那麼就7月15號到了就危險 Sayunana 沒錯吧 對 完全正確 高高大哥來先請回座 哎呀 好開心喔 這個放假日沒有盤 我竟然還可以追問的 如此之仔細 希望口口大哥以上剛剛的論述 能夠幫助到您 端午節過後的行情掌握 但不好意思 還沒講完 我還有一段 進廣告 馬上回來 如果在這邊補充一下 如果電子不當家 就不會有行情 因為台灣本身是慕愛茂的 假設說你今天都是炒其他相關題材 除了說疫情 那是當時的一個樂況題材 那可以接受 你去炒金融 電子弱 你去炒傳產 電子弱 你告訴我會有行情嗎 不會 你覺得外資從持股裡面去看 第一名是誰 台積電 台積電是什麼產業 電子啊 所以一定在電子身上 所以 但是假設 端午節過後 如果那段時間 因為疫情比較變嚴重 我說也是假設 金融量比較大 漲得比較整齊 但是電子沒有很強 但火也沒有息 權重股還在動 主角是金融 配角是電子 可以嗎 可以 但他只是屬於短線 他只是短線 我跟各位講 你端午節過後 你一定要反向思考 當疫情嚴重的時候 就是機會來了 當疫情寬鬆的時候 就不會有機會 因為他相對高檔 也沒有在上漲的空間 好 我們在這邊 所講的上工的持續條件 你要看是大漲樂觀的行情 這個人跟這個人 他一定要同步做多 如果這兩個沒有同步做多 這個行情絕對不是那種 突破下降軌道 而大漲樂觀的行情 可是在端午節之前 1771之前前高 老是挑戰不容易過 就是因為他做多 他在調節 所以端午節前就不整齊了 端午節之後 他們還會團結嗎 他們一定不會團結 為什麼我講一定不會團結 端午節之前 他是不是做多 他做空 對不對 但是你要想 四出必有因 有因就有果 過去在大跌的時候 誰做多誰做空 大跌的時候他做多他做空 那現在拉上來他不要走嗎 政府不固盤不走嗎 所以這是四出必有因 因果因果你知道 好最後一點 如果就是疫情的變數 在沒有結束之前 或是我剛才講的那個條件 上面壓力跟下面支撐 這個地方一定是壓力 你就在那賣 那壓力會出現 一定是在樂觀的條件當中 那支撐你就在買 支撐一定是在悲觀的條件產生 所以端午節過後 鋸齒狀操作一定是逆向的 所以在這個地方 請你用一個區間應對 因為你看不到多空 只能走單音的方向的時候 你就有一個反向操作 區間應對 我把幾個觀察點問一下 支撐您剛剛有說了 11200先抓起來 沒錯 對 沒錯 好 那壓力站在賣方 壓力我們把它具體化 文字化 就是剛剛有說高點沒有過 爆出2300億的大量 包括這個價量背離 或者是長黑 這些都是那個壓力 這個地方在賣 對 沒錯嘛 對 OK 那我們再講一個清楚的指數 好不好 12197是不是高點 過來這邊 11771對不對 再下來 11600就這樣 這個地方就是壓力的 所以您剛剛的那個 下面的拒指數 應該會來到11600之後 就遇到壓力 對 到這個地方自然就會拉回 它不會去挑戰過這高 如果挑戰過這高 那將來我們就要轉為 這樣子的區間看法 或是轉為這樣子上升軌道 我想那後面新聞的變化 跟所謂消息面變化 一定會告訴你這個答案 只要一個答案 11771過的話 如果過是價量背離 我們是要賣還是賣 如果是價量背離 一定要再賣 如果是價量配合就轉賣 感謝寡寡大哥 非常謝謝您了 哇 端午節 比吃粽子划算吧 今天聽到好多寶貴的資料 行情規劃 開始歸納一下了 寡寡大哥說 端午節會不會變盤 他說 活躍的圖哦 那到底怎麼變呢 很簡單 前高呢 他覺得過的機率其實不大的了 而後呢 將會是一個下降鋸齒狀 來到了11200之後呢 大概會稍微停了一下 變成橫向鋸齒狀 但是呢 因為他都是有一點點壓力的 麻煩您逢高要賣 下降的時候 製作呢 其實是要買 但是是鋸齒的操作方式 注意價量配合囉 價量配合上漲 如果帶量1900億 價跌量要縮 大概1200到1400億 橫盤部分呢 如果超過2300 伴隨黑K棒是比較不優的哦 完全正確 感謝您 今天呢 是端午節特別節目的第一集 那麼明天第二集呢 讚 我告訴你 存股 您愛 我就繼續追吧 總以為存股買金融很安全 今天建成不是教大家 如何挑金融的存股嗎 好了 我照這個方向挑了 挑了哦 可是我告訴你 不要陷入陷阱耶 四大忌諱 什麼忌諱 還有哦 我只要用高股息殖利率 來挑存股就可以了 錯 我告訴你 小心陷入三大迷思哦 所以到底哪四大忌諱的金融股 三納迷思的高股息殖利率 回來之後應該說第二集 明天說明白 明天我還有強棒勸歌 端午節看它怎麼變吧 明天見 謝謝收看 祝你晚安 我們再會